首先,美国是重组病毒研究开展的最早、能力最强的国家 也是全球冠状病毒研究的最大资助者和实施方 据报道,巴里克教授早在1990年就开始了重组冠状病毒的研究 其团队早就具备极其成熟的冠状病毒合成及改造能力 巴里克本人曾在去年的9月接受意大利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候称 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事实上,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 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 第二,美国也是生物实验室安全记录最糟糕的国家 2015年1月到2020年6月 北卡大学共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报告了28起 涉及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安全事物 其中6起涉及包括SARS、MERS和新冠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 且许多病毒经过了基因改造 共8名研究人员可能被感染 除了2020年4月 一名研究人员因被感染新冠病毒的小鼠咬伤隔离14天之外 其他事故所有暴露病毒人员均正常工作生活 且有关的事故报告还特意删除了基因编辑情况 事故处理过程等关键的细节 美国处刑几率地试图证明 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了新冠病毒 但是世卫专家已经两次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 得出病毒自武汉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 那么请问 美国什么时候能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 到北卡大学的生物实验室 和德宝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去进行调查呢 我们奉劝美方 不要再往别人的身上破脏水 先把自身实验室的情况调查清楚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